来宾们将印有旅行照片的手板拼成布字形 象征岛内散步十年来走过的历程 岛内散步2012年开始推广大稻城散步导览 创立台北城市散步 设计超过300条导览路线 2019年成立岛内散步 将深度导览领域扩张至全台 带领国内外游客深度理解这块土地的各个角落 我们一开始通过大稻城的导览 然后发展到整个台北地区的文化导览的服务 那慢慢我们也开始有延伸 像2016年我们开始做儿童的应对 开始从教育的角度 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认识台湾这片土地 那另外我们在企业的客户的部分 也从导览小旅行游程 也开始发展出team building的活动 甚至去年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发展了一个云端散步的服务 从线下到线上的一个旅游的活动 让更多的朋友 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 可以通过云端散步认识台湾 那接下来岛内散步 我们会持续能够更关注在 企业的ESG的这样的一个专案的合作里面 把这个地方的价值能够通过企业的角度 然后让岛内散步成为企业的最佳入住平台 岛内散步我们在地方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跟地方共好 一个是一个党内散步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的理念 我们并不是要用一个外来者的角度去介绍地方 而是让岛内散步真正成为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很热意去跟 把我们过去的这些know how 知识想法经验甚至资源 分享给我们合作的导览员 我们合作的地方的团队 那甚至我们也这一年开始在统计说 我们在地方的采购的金额是多少 让更多人理解到不是只有里面的支持 能够针对收入的支持也是一肯重要的一环节 有别一般的旅行品牌 岛内散步希望带领参与者 以尊重在地的观点 认识台湾各角落的生命故事 更透过导览员培训 影响超过1500位学员 寻找理念契合的伙伴 共同推动永续旅行 在地方撞生的部分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 它不能影响 不能破坏在地的环境 不能遵循地方的生态 不能影响居民的生活 这也都是我们在大道成当初的核心的想法 我们提供的服务 它不能影响居民的生活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诠释地方的时候 它必须要是更精准的文化转译 而不是编造出来去迎合外地观光客 第三件事情 我们从大道成出发 但是我们开始后来到北投 我们到万华 甚至我们到新竹到了嘉义 我们都希望我们不是一个外来者的角度 而是要能够跟地方互利共好 这样才有办法长期的 持续的走下去 但是在商业的部分 我们还是必须要去能够更理解 我们的伙伴 我们的客户的需求 去创造更好的服务的方案出来 那另外一个 我们也希望是更多的人 能够参与更多这些永续型的服务 所以我们的服务的形态 也开始更多样性 为了目的都是要让降低这个参与的门槛 让更多人可以详意 那第三件事情是 我们关注的不是只有短期的改变 而是一个正常期的改变 让更多的人能够具备永续的意识 这是岛内散步 我们所定义的永续旅行的原则 透过这次的十多年的记者会 来发布岛内散步的永续报告书 那目的也是要回应到 岛内散步的 这次的主题就是回归再出发 让透过永续报告书 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过去十年的这个走过的路径 然后把我们当初最初开始从大道城倒来的那个初心 把它找回来 然后让我们知道说未来的十年 或是二十年三十年岛内散步要往哪边继续走下去 除了发布永续报告书 岛内散步还推出三场议题小旅行 实践报告书中的三大议题 文化资产 水资源 食物 地点分别选在台北新竹云嘉南举办 象征岛内散步的三个地方据点 我们所目前在主要在发展的三个议题 三个议题就是文化资产 水资源跟食物 那文化资产是过去岛内散步这个的最多人理解 能够了解认识岛内散步的这个主题 那我们今年也会从水资源跟食物这两个题 续续去去过大 那为什么是水资源跟食物 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永续的议题 它不是只是单纯去看环境 而是能够去理解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所以透过水跟食物 是一个最好能够理解到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更珍惜台湾这片土地 除了在台北之外 我们在新竹还有嘉义有我们的办公室 那未来新竹跟嘉义的办公室 他们也会独立成一个地方品牌 我们这样才能更能够去呈现地方的观点 而不是一个用一个岛内散步的一个观点 来去呈现所有台湾所有的地方 我们会从两个面向来去把台湾介绍给外国朋友 那第一个方式是去能够理解外国人 他们过去对于台湾的认知中间 找到其中一个雷同的部分 文化雷同的部分 比如说像我们每次介绍到廖电丁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他这个人物其实就有点像是英国的罗宾汉 这样的角色劫富济品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让外国朋友能够更理解台湾的这些传统的故事 那第二个面向的是我们会尽可能的去从生活经验的差异 让外国朋友理解到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活记忆 有台湾的文化的特色是跟外国不同的 比如说可能外国朋友 其实外国我们知道外国有很多的这个数百年的老屋 所以他们其实不一定会对台湾的老房子是有兴趣的 但是他们会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台湾的老房子都会有这种齐肉的设置 他其实跟台湾的气候有关 去找到台湾跟外国的不同的支处 然后透过这部分去介绍给外国朋友 未来岛内散步也将持续秉持永续理念前行 尊重在地社区环境文化资产 达到商业与地方最佳平衡 并且持续关注更多元的永续议题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